各位苹果人、安卓人、华为人大家好啊 一个多月没有更新教程了 因为我这个电脑呢被拿去做核酸了啊 做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核酸 现在才把这个电脑给他拿回来啊 各位小伙伴有没有被拿去做核酸的可以在这个 评论区评论一下啊 因为我这个电脑一个多月都没有打开了嘛 我今天想登陆微信的时候发现 我的微信登不上去了 我还以为说他把我的微信搞了什么鬼呢 原来是这个版本过低啊 他提示这个版本太低了 不让我登陆 你看这个软件更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才一个多月而已 就已经不让你登之前的版本了 所以呢今天就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微信版本过低 然后呢就登不上去的问题啊 我们为什么要用低版本的微信呢 因为我们的很多插件是不是都不支持最新版本啊 基本都是要用低版本你才能用那些 比如说那些什么防撤回呀什么鬼之类的是吧 调试小程序啊那种反正就是比较逆天的功能 第三方功能是吧 如果说你用这个最新版本的话是不支持的 一般都是要降机你才能用到那些 别人用不到的东西啊 OK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决这个登陆旧版本的问题啊 我们先把这个微信卸载掉啊 就是把你电脑的微信先给他卸载掉 你注意保存你的那些聊天记录啊 如果说你有聊天记录的话 记得备份一下先再卸载啊 我这里就没什么东西就直接给他卸载掉了 然后呢卸载掉之后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文章啊 这个文章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啊 大家打开就可以了 首先呢我们得下载一个ce修改器啊 这个修改器就相当于手机的那个g修改器嘛 他这个是电脑版的修改器啊 就往下面拉 下面有一个下载地址的 挺简单的 这里都有一些下载地址你就把这个安装包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就正常安装了你正常安装之后你会得到一个ce修改器啊就是这个玩意啊 安装好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下载一个微信的最新版本啊 下载微信的最新版本可以打开这个地址或者说你自己百度手也可以 来到这个微信的官网嘛 然后呢我们就去下载一个最新的版本就可以了 比如说他这里面是 4.1.2 都可以啊反正你把它下载下来 得到一个安装包箱 我们下载完最新版本的微信之后呢 我们还得去下载一个我们目标版本的微信啊就是历史版本的微信吗 比如说你要登一个旧版本那你爹有那个安装包是不是 打开这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里面呢就记录了微信的这个历史版本啊 我可以找一下 你就选一个你要登录的那个版本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要登录什么 3.9啊是吧3.9.2这些点1这些都有啊 你就挑一个旧版本你想要用哪个版本就给他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先得到一个安装包啊 如果说你还想登录更旧的你可以往下看了是吧还有2点几的都有啊 这里呢我就下载好了我先去看一下啊 在这里啊 这里呢我就准备了一个最新版本的啊一个旧版本的 这个4.1.2这个呢就是最新版本然后呢我就是要登这个3.9的版本啊因为我的那个 外挂是要在这个3.9的想能用啊 所以呢我们先安装这个最新版本的微信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这个最新版本的微信呢因为我们要拿到他那个版本号啊 他版本号是有一串 什么二精致的好像是16精致什么鬼的 反正就是经过进制转换的一个版本号啊我们要需要安装他才能拿到 或者说你懂一些算法什么之类的你也可以把它算出来也可以啊 这里我就不想那么麻烦的直接安装最新版本然后去获取啊 获取非常的简单我们直接打开这个电脑的注册表啊注册表编辑器啊打开的 打开之后呢你就按照我这个目录进行找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就继续点开 点开之后呢有一个腾讯的文件夹的腾讯都认识吧是吧双机打开的 然后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微信的文件夹微信的啊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版本的标识符啊 我们双一打开的 双一打开之后呢这里就有一个经过进制转换的一个版本号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串东西给他复制出来啊 复制出来之后呢我们新建一个文本文件了然后给他记录一下方便我们一伙要用到的 就给他放到这里啊然后 我写上最新版本啊 等一下我们要用到的啊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卸载掉了把这个最新版本的微信可以给大家卸载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拿到那个版本号的那个数字了吗 那卸载掉 接下来呢就是安装我们的那个旧版本了啊 我们去安装一下那个旧版本 就比如说你要登录这个3.9的版本是吧你就安装一下这个3.9的版本啊 安装完整之后呢我们先打开那个注册表啊一样的 打开那个注册表编辑器啊 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我们先刷新一下点查看这里刷新一下 一样的目录啊都是一样的目录是吧他只不过好像是换了一个标识而已 这个目录啊 也有一个版本标识符看到了吧我们双一打开的 把这一串数字呢给大家复制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旧版本的这一串数字啊 在下面写上这个 旧版本啊 暂停过来我们都要用到的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关掉它了 接下来呢我们先去登录一下微信看看会发生什么 啊 我现在先扫一下维码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登不上去的 是吧 他提示当前微信版本过低请升级至最新版本 这玩意儿呢我发现网上有很多人拿来 拿来卖钱知道了就是帮你解决这个登录低版本的问题 然后呢他就去开发那个软件来收钱 网上有非常多的这种啊 所以呢你学会这个技术之后呢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软件拿去圈钱 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考虑一下会不会被腾讯那个起数啊 我们这里呢只做一个学习研究使用啊不能拿来有一个收益啊如果说你拿来赚钱的话肯定会被干的 我们打开这个CE修改器啊 打开之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放大镜啊我先给它放大吧 然后点一下这个放大镜啊 点一下呢 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微信的进程啊 这边怎么啊不对 在第一个选项卡这里有一个微信我们打开它 打开之后呢我们在右手边这边啊右手边这里勾选一下这个勾啊给它打勾啊 打勾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旧版本的这个这一串东西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一下 粘贴到数值这里啊粘贴进去然后呢点击首次扫描 我们会发现呢会扫描出非常多的这个地址值啊 然后我们Ctrl A全选它 全选一下然后右键啊 右键我们选择这个 改变已选中的这个地址主要点一下 这里呢我们要输入刚刚那个啊 最新版本的这个数值啊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就 替换掉然后OK啊 这样呢就替换完成了替换完成之后呢我们去登录一下微信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再拿手机扫一下 我们会发现了它这个弹窗又不一样了 它变成了当前客户端版本过低然后叫你去应用商店升级 它和之前的那个弹窗是不一样的 证明了我们的那个修改呢已经生效了 我们只要再修改一遍就可以了就是把它这个弹窗给它解决一下就可以了 它应该是验证了两次啊 我们再点到这边来我们看一下 嗯 再全选吧就是再把这个地址全部全选再改一遍就可以了 因为我看到的这个地址已经变了 Ctrl A 然后我们再改一遍 我们再改一遍就可以了 就是把我们刚刚这个玩意给它复制过来嘛 最新版本的复制过来再改一遍 OK 然后呢应该就可以了啊 我们再扫一下应该就能登录进去了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可以进去了 因为它都没有弹出来了 是吧都正在加载了那就是没问题了 OK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次见 字幕字幕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订阅就能够练习 点赞订阅我们下次见 是骑什么 再次乱进去 谢谢大家